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段的经文 爱是无敌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爱 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什么? 互相相爱 夫妇互相相爱 一家人互相相爱 不过很多时候 这些读买一些音 普通话讲得很好 互相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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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读书说 因为爱是从什么? 从神来 凡有爱心,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猜他的儿子 耶稣来到显明 所以在这里 爱是从哪里来的? 爱是从神来的 不过这个爱字 有时候滥用了 所有人都说 用这个爱字 不过在原文 在圣经里面 是有不同的 就是 我们说爱 你爱不爱? 爱不说什么? 其实真的爱也要去学 因为我们真的不太认识 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结婚 师母也在 先爆料 就是 我的成长 我是伤亲家庭 不是单亲 是伤害的伤 因为家父是个难倒徒 所以我从小出来做学徒 我的成长的家庭里面 父母 我妈妈 六低都不怕说 我妈妈 因为妈妈 赌钱 因为她的问题 都自杀过两三次 我很清楚 有一次 攀枪进去救她 然后报警 很小 但是你知道 有时候这些家庭 所以我叫伤亲 大家很多时候 是伤害的伤 不过 是我的那个年代 就是几十年前 应该是五十年前 差不多五十年前 我小学的时候 如果在这个年代 早就 早就见社工 早就跟着什么 就离婚收场 是吧 但是 所以 我很小时候出来做事 在自己做事 自己找食 自己煮自己吃 有一次 我家里就切铲 可能有些人听过 当我切铲的时候 师母就说 你这样吃铲 我多数 要么就撕 要么就切 还有第三种吃法的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第三种吃法 要么是撕 要么是切 他说 他说 你那种吃法 就叫做 毒食 无论是切 无论是撕 无论是炸 都是毒切 毒撕 毒食 这种是你的吃法 我多年都是这样吃法 原来是要学的 他说一家几口 就是大家一个铲 就是什么 大家撕 就是大家吃 是要分的 是吧 还要一个铲 切开 四铁都不够 是六铁 小小 他最甜的铲是什么 最甜的铲是什么 最甜的铲是什么 分金 没错 原来最甜的铲是什么 不是自己一个人吃 就这么简单 爆了这么多 很多东西是要学的 当 不过感谢神 当 好在我是 信了耶稣 我们也信了耶稣 不是 可能是离婚收场 但是感谢神 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什么 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 凡事 感谢主 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可以一起 学习 一起忍耐 一起在里面 所以 神就是爱 所以 爱是从神来 有三个重点 三个点 第一 爱的源头 神就是爱 神的爱是创始 还有什么 成终 不过不要这么快说成终 对不对 就是 创始 神就是爱 爱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 所以 当我们去明白 作为人 人的出生 是怎样的 真的很烦 要十月怀胎 对不对 还要搞这么多东西 好像一条鱼 一创始终 就生了出来 就多好 对不对 好像动物一创始终 就生了几胎 就好 自己找自己吃 人真的不一样 人是需要什么 第一十月怀胎 还要什么 生了出来是什么 对 所以那些结婚的纳指 你生儿子 我生儿子 我生儿子 说就无敌 真的 所以 神就是让我们去经历 什么 经历父母的爱 对不对 经历那种是从爱里面来到去长大的 唯有人 唯有人 还要有人性 什么是有人性 举个例子 动物和人的分别是什么 我们是人 我们有人性 对不对 所以人性里面是懂得分辨是非 分辨是恶 有一天你家里 就是 你家里人踩了你一脚 你会怎么样 哎呀 你会立即咬它 但是如果你 不要试 这些不能试 你踩到你的猫 踩到你的狗 它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不咬你一定会捕你的 对不对 它是动物 唯有人性 人性 就是有爱的 它能够分辨是非 不过当人越来越离开了神创造的源头的时候 就是什么 没有了人性 所以今天我那帮顶姐妹 我就是一直帮助他们 不是在乎什么 戒斗 戒毒 戒什么 是在乎他们什么 越来越有人性 所以他的人性是什么 神做人是照着他 他的形象 他的样式做人 我们应该像谁 像耶稣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都是要求自己 我家成 我的家是要成的 对不对 这样才是你的家庭里蒙福 你的家很成 所以圣经里面 在罗马书都说 我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 要求我们身边的人喜悦 因为我们的主 耶稣都不求自己喜悦 是为要祝福 所以爱的源头 是从神以来 第二 爱的原动力 是什么 神的生命 神的什么生命 神的生命是什么 我一直说 去帮助我的弟兄姊妹 如何改变 你以前是自以为是 自以为义 你的爱就是爱自己 是不是 不是 人都是这样 人不为己 记住 人只是为己 就是天诛地灭的 如果人是为自己 是天诛地灭的 但是 当然 不是这样就助你 如果人是为己 所以才会有自杀 是不是 如果人不是为己 的时候 怎么会自杀 但是 当然 我们不是这样表达 这些人 我们应该同情 他们不认识耶稣 他们面对不到自己的困难 面对不到自己的挑战 所以我每次见到这些个案 我心里面 如果能够认识耶稣 他的重担 他的困难就可以 靠着耶稣 可以度过 所以爱的源头是神的生命 是一个写己的生命 所以我教导这些弟兄姐妹 以前 自以为事 自以为义 自私到死 还有什么 如果是赌钱 难都赌死 不管家 是不是很自私 所以一个改变 像耶稣的人 是什么 耶稣是什么 牵卑自己 跟着呢 爱人如己 跟着呢 跟着呢 为人 舍己 那你一定 你的生命一定会升起 大家听不明白 耶稣就是牵卑自己 爱人如己 为人舍己 这个就是生命 事实上我们去做人 是不是应该这样 那当然你说我没有那么伟大 你没有那么伟大 你没有那么伟大 每样都是从小做起 从你家 从你的家人做起 所以 为什么那些人 信了耶稣的生命 会改变呢 如果他听真理而行 按着耶稣的生命 他的生命呢 就会什么 学似耶稣 不是有不酥 是似耶稣 似耶稣的生命 当我初初 或者可能有些新朋友都不明白 你们基督教 为什么说耶稣要死呢 还要死在十字架 还要死得那么惨 不过我告诉你 今天 耶稣呢 第一 他就是很清楚 是天父要他这样做 所以他会好听话 所以他也有些作难的 但是他听父神的话 唯要什么 唯要舍己 唯要为人而死 说得不好听些 不是 说得好听些 不要说不好听 耶稣就是死给我们看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哎呀 好惨啊 哎呀 好吃虧啊 你比耶稣更惨 你比耶稣更惨 耶稣怎知道是贱底 为我们的罪人贱底 因为他的生命是这样 就有很多人 不慈劳苦 不顾生命 就要为这个福音 为人的好处 写生命 因为这个是耶稣的生命 所以他就学耶稣的生命 所以那些门徒 知道耶稣真是复活的主 是真真实实永生的神 所以那些门徒就跟着耶稣这样做人 而是生命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 当然 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到耶稣 但是这里里面 圣经说 神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得以完全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耶稣 我们不是神 但是当耶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就带给我们什么 所以第三 爱的完全 爱的完全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